2012年巴承杯中国大力士公开赛 昨天在江苏昆山巴承镇的杨城湖公园落下了帷幕 这次的比赛不仅是大力士之间的比拼 在现场的老百姓也是可以跟大力士较量一番的 那么究竟谁赢了呢 一起去看看 这可不是一般的拔河比赛 这可是对阵八个超级大力士的拔河比赛 不过既然对手是大力士 规则当然得照顾一下群众 就是现场观众这边可以多上一个外国领队当帮手 在团结就是力量的拔河比赛中 人多就是力量大 凭借整体力量和优势 观众队一举战胜了强壮的大力士队 这个结果影响得到吧 还有更让影响不到的 现场有一位专练掰手腕的小伙子 要求和大力士掰掰手腕 主办方派出了蝉联三届全美大力士冠军的 扎克出战 有道是和好与隔山 扎克竟然几秒钟就摆下阵来 他不仅感叹道中国真是一个藏龙弱虎的地方 其实对于大力士运动来说 力量的比拼只是一方面 接触这个形式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 才是大力士运动真正的玻璃 今年的这个大力士中国公开赛 在这个芭城应该说 氛围非常好 可以说都看到现场的观众 老百姓的互动性非常强 那么外国来的选手呢 也积极的参与和配合 特别像当地老百姓 我们增加一些当地老百姓和中外选手的互动 比如说像掰手腕啊 这个拔河 这也说明了这个大力士运动 在老百姓当中非常受欢迎 在奥运前期 我们也想营造这样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氛围 让大家来参与到大力士运动当中来 不过有些运动还真是只属于大力士的运动 就像是拉汽车 要把这15吨的大卡车拉过60米的距离 真得是受过超高强度训练的大力士 才能做得到 经过两天的较量 来自于苏格兰的肯诺维克 获得总成绩的第一名 前三名更是没有一位中国选手 这在历届中国大力士公开赛中还是第一次 很多中国选手也又一次认识到了和国外选手之间的差距 力量的话 本身的力量 他们要比我们强 基础力量比我们要强 而且在赛事 他们的举办赛事的次数上 包括平时的训练这方面 比我们要专业 不管是从运动户具 到比赛整个过程中 如何的调剂到使用的一些武器 这些方面呢 都比我们相对有专业一些 然后呢 以后更加刻苦的 科学的去训练 让群众把老百姓看得更有那种竞争性 两天的比赛结束了 但更多的比赛还在等着中国的大力士呢 争夺世界力量之王的道路上 他们还有漫长的力量在 好 好 好好好 好好好